我想为能够接受前任 给你们介绍男朋友的举手 还蛮多的 贾小丹 Maby 你好 就是我之前是经历过类似的事情的 当时我那个前男友打电话给我说 贾小丹 我给你介绍个对象怎么样 我当时惊了 你没事吧 你给我介绍对象 好吗 到后来就是我们关系也相处得还挺好的 就和平分手嘛 然后我觉得有机会 我也可以把它推荐到我们《非诚》上面来 8号 男嘉宾 我前男友如果给我介绍男朋友 那他肯定是觉得这个男生 跟我很多方面比较适合 也可能真的会为我而着想 然后反过来的话呢也是这样的 如果我觉得我能遇到一个 各方面的性格 跟我前男友很合适的 那我也相当于做一个好人了对不对 拉一下线 也祝福他们 我就是这样想的 那如果 那我是这么想 如果你们俩谈着恋爱 和你前男友 一块吃饭 你们三个人 你觉得OK吗 我不建议 我OK 都是朋友嘛 多一个朋友 多一条路嘛 对不对 7号 男嘉宾你好 你好 就是我每次 跟我的前男友 分手之后 我都会跟他们说 可以当朋友嘛 但是我的前男友 同一回复 都是不可以 这是为什么呢 可能你的前男友 对你还有余情味料 所以就是因为在意 所以才做不了朋友 你看像我 都站在《非诚》这个舞台 全国观众都看到了 就也能代表 就是我跟我的前男友 真的就是普通好朋友 并不是所有的前男友 都有可能处成这样 有两种 一种是曾经有过 严重的相互伤害 第二 特别漫长的恋爱未果 比如说两个人 爱情长跑八年 十年 没有走到婚姻那一步 提都不能提 提到眼泪就花花的 这种事有没有 有啊 我们也经常看到 影视作品里边有 生活中也有 就是我说的意思 并不是所有的前男友 都有可能成为这个模样 但是我们不排斥所有任何的可能性 像这样因为比如性格不太合适啊 或者是等等等等这样的因素 没有走在一块 以后还是好朋友 还经常联系 非常正常 14号 男嘉宾 你好 就是我突然想到 如果说你的女朋友介意你的前任呢 我并不是跟所有前任都还会保持联系 而且就是我的现任应该不会担心我跟他的关系 因为你看我敢站在全国观众面前 这个态度就可以说明我跟他已经没有那种感情纠葛了 如果你跟他谈恋爱 他跟你说不要跟他联系了 把他删掉 你会同意吗 虽然有点抱歉 但还是不好意思 介绍完扭头就删了 哈哈哈 好